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小到大都很讨人喜欢 2001年唐力中专毕业后进入银行当代办员 工资加福利每月有2000多元 这让当时和他有同样学历的同龄人羡慕不已 在某银行 四川分行 成都 蜀都大道之行营业部 青春甜美的唐力作为单位里的行花 他自然而然便成为很多单身男子追逐的对象 可是唐力对谁也不动心 因为他还没有发现他心中的真正的白马王子呢 然而很快的三个月后 一个名叫李克的实习生来到他所在的营业部 从此便打乱了他的房心 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李克身高一米八 长得那是帅呆酷臂 举手投足就像是磁铁一般吸引着女孩们的目光 而唐力自然而然的 第一次看到李克时 他便是心如露撞了 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他久久寻觅的白马王子 不就是李克吗 也许是因为帅 而总能被女孩子追求的原因 刚开始的李克并不接受唐力对他的好 只是将他当成老师 从未多看他一眼 唐力感觉压力很大 怎样才能让李克注意到自己啊 怎样才能打动一个帅哥 这一颗无所谓的心呢 有谁说过来 前十五百次的凝望 这才患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唐力他觉得 既然上苍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放在自己身边 那就是缘分 无论如何也要紧紧地抓住爱的时机 在那段时间里 他研究了大量的恋爱心理学 从中得到启发 哦 原来男人呢 几乎没有不喜欢女人的柔情似水 于是他决定 走柔情路线 主动地向李克发起进攻 一天上午 唐力发现李克上班时脸色不对 我猜想啊 可能是收了风寒 着了凉 哎呀这还了得呀 好心疼啊 赶紧地不声不响地 打开抽屉拿出药 冲好了端过去 看着李克把药吃下去 唐力与李克的家 在同一个方向 有一次 两人参加完同事婚礼后 一到回家 醉得一塌糊涂的李克 摇摇欲倒 他伸手去搀扶 准备将他附近出租车 李克却吐了他一声 第二天 知道自己前一晚上酒醉大吐的李克 不好意思地对唐力说 唐家 对不住了 不好意思了 昨天晚上弄搭了你的衣服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没事的多大的事啊 唐家 你在工作中不苟言笑 看上去很凶 我们都怕你 没想到你原来也有另一面呢 听你的 我凶吗 我从来都是很温柔的呀 更何况是在帅哥面前 我不想温柔也不行啊 唐力他微笑着看着李克 话中有话 你是姐姐啊 这种玩笑可不要随便开呀 李克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说 姐姐 我不就只比你大一岁吗 我可是从来不开玩笑的 唐力深情地忘了过去 李克呢 却低头避而不打 不过的 在这两件事之后 李克从前对他的那种 淡淡的态度 有了一定的改变 他们的关系 也不知不觉地 更近了一层 女卫越接着容 这是五千年放置四海 接着的真理 唐力感觉他恋爱了 恋爱中的唐力啊 便不惜地将工作以来 存下来的钱全部取出来 直奔名牌服装柜台 可是这牌子货特别贵 还没有买几件衣服呢 这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这让唐力感觉很沮丧 但更让唐力失望的是啊 自己精心打扮之后 又有意无意地在李克面前出现 却并没有引起人家多大的关注 还不是因为盯着他的女孩太多了 他从来就没有注意别人的习惯 为此唐力非常苦恼 2002年11月21日 是李克19岁生日 虽然呢 这李克收到的礼物琳琅满目 鲜花啦 衣服啦 艺术水晶啦 但唐力送给他的两件东西 却让李克怦然心动 只见呢 一张是已经发黄的报纸 报纸的日期正是1983年10月21日 就是生日当天的成都晚报 另一份礼物 则是花去200元买的 100张的体育彩票 打开第一份生日礼物 李克静待了 这唐力真是有心人的 这张众力寻他千百度的报纸 是那么的有特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日礼物 而那张100张体育彩票也是不同凡响 第二天开奖 居然就中了5000元的奖金 哎呀 李克高兴坏了 可想到这些彩票都是唐力买的 第二天一上班 他便将消息告诉了唐力 还要将那笔钱跟他评分 不用了 这笔钱是你中奖得来的 我怎么能给你评分呢 唐力坚决不要 他的理由是 这些彩票是他送给李克的 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能收回啊 哎呀 身边这个女孩如此聪明又慷慨 李克飘忽着眼神 逐渐的凝聚在唐力的身上 他们终于的建立了恋爱关系 跟李克正式谈恋爱之后 唐力的虚荣心满足极了 当然的 恋爱不等于结婚 虽然李克明确表示只爱他一个 还有众多女孩在后代一旁 等着横刀夺爱 这让唐力的心里暗暗的捏着一把汗 哎呀 唐力都不知道如何对李克好了 这个女孩能想到的还是购物 她大把大把的花钱半量李克 让她变得更帅 从而抓住男人妻 可是 她的积蓄本来不多 三下五除二没几次就用完了 那段时间她很焦虑 这没钱可不行 两人同居后在外面住出租屋 显得太寒酸了 不行 对李克这个小他一世的男友唐力爱得不遗余力 掏心掏肺的 到了2003年8月的一天 这一天是唐力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 李克的姨妈找到唐力 请她以儿子河南的名字 存入9.5万元的教育储蓄 这很正常啊 唐力在银行工作嘛 可是拿到这笔钱之后 唐力她忽然动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拿着这笔钱来借用一下啊 按借买一套房呢 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便采取了用手工填写存单的方法 将这笔存款给截留了下来 并且首付的购买了一套小户型 私用了这笔钱 从开始唐力内心也非常不安的 她担心东窗事发 可是转眼的一年过去了 她借用的钱却没有任何人发现 她的胆子渐渐的大了起来 此外她还发现了 银行管理上有很多漏洞 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思考 她发现可以巧借这些漏洞 让自己轻松致富 说干就干 2004年8月3日 唐力采用跳号冲政手法 支取储户谢方4000美元 结汇成人民币 存入她以母亲王丽华名义所开的账户上 用于个人消费 仅仅事隔两天 她又采取强制下账手法 支取储户周平12500美元 钱到手之后 唐力投资7万元 对房子进行了豪华装修 又买了一应俱全的室内的高档家具 家电与男朋友过起了同居生活 只等男友10月21日满22岁就结婚了 哎呀 有了房子 装了修 又布置了温馨的家 还不行 因为那些钱都花在房子上了 身上又没有钱了 该打扮呀 好办 2004年8月9日 唐力又采取强制下账手法 从一个名叫李红的储蓄账号上 支取十万元人民币 占为己有 怀揣这些钱 唐力觉得天特别蓝 草特别绿 自己那是特别的漂亮 他特地的利用一个周日 带着李克一起来到春夕路 一掷千金的买了一对情侣手表 和一枚钻戒 虽然这三样东西 共花去了5.94万元 可他却连眼睛也没眨一下 哎呦 我的天呐 你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有钱呢 看到唐力出手如此阔绰 李克非常吃惊 所以我说嘛 你我这样既有貌 又有才的女友 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啊 你别 我问你 你的钱就是从哪来的 你个女孩子 为什么这么有钱 看着李克表情严肃啊 这唐力的心不由的咯噔了一下 但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他装出想也没想的样子 告诉李克 他的爷爷啊 在比利时很有钱 因为爷爷喜欢他 所以经常给他挥钱 唐力 他的确有亲戚在比利时 但是这位亲戚 既不是他的爷爷 也从来没有给他家 任何的经济辅助 更没有给他 汇集过巨额的外汇 而实际上 唐力家里很穷 他家住在成都西城的 一幢80年代初 修建的红瓦砖的楼里 只有60个平方米 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 整个家显得寒酸破旧 可是比利时爷爷的神话 让李克信以为真了 同样的 唐力想要维护他 附加千金的形象 他只能继续搞钱 2004年8月31日 他又采用跳号冲正手法 从储蓄冷艳的人民币 定期存单中 支取13.2万元 2004年9月27日 他又采用跳号冲正手法 从储户赵兰定期存单中 支取17000美元 有了钱 唐力打扮起来自己 那可以说是一致千金 一致万金 价值14300余元的女包 这一眼看重 眼都不眨一下 就买 一万多元一件的大衣 一口气买下几件 还有一件将近两万元的 巴布瑞品牌的蓝灰格子大衣 甚至在案发时 连标签都没有拆下来 他就是什么什么表 各种表 各种手提电脑 居然都是成双成对的买 哎呀呀呀呀 这唐力的爷爷是比利时富翁 经常会钱 人家过的那叫富家千金的生活 唐力的同事有的羡慕 有的妒忌 这让唐力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当然也有人讽刺他 什么富家千金的 连一个车也买不起 上下班还得打低 这没车的人还能叫有钱人吗 听了类似的话 唐力比一的笑了笑 你说我没车 行 那我就买车给你瞧 于是他很快的买了两辆轿车 一辆奥迪A4 一辆薛芙兰 这一下终于扬眉吐气了 让先前冷言冷语 鸡蛋里挑骨头的人 再也不敢言语了 可是这时有个叫尚文的同事 然后他不加实际的插了一嘴 没有四人飞机的 人那叫有钱人吗 就这样 从2003年8月至2004年10月 被唐力采用非法手段 占为极有的储蓄金额 共有108万元人民币 而这108万元的人民币 它是怎么划出去的 据调查 除了尚文说的私人飞机没有买 那他其他的全买了 花了35万元购买奥迪A4 花8.3万元购买雪佛兰轿车 花2.6万元购买手机电脑两台 花3万元的首付按揭住房 花1.3万元购买摄像机 照相机 花5.94万元购买手表 赚件 花7万元装修新房子 再花9800元购买手机两部 此外 他和李克 旅游泰国 新加坡 香港 花费5万元 这还不算完 喜欢宠物的他 还花1.1万元购买了两只小狗 其余的乱七八糟的花费 共14万元 最后的 这108万元 只剩下了区区10万元 家境一般的唐力 报复的不可理喻 他的亲人朋友 以及同事们 纷纷觉得奇怪了 唐力那 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对外 唐力早说 自己的爷爷是比利时富翁 而对父母和亲戚则谎称 这男朋友家里有钱 所以他 自己穿金带银 买房买车等 通通都是男朋友家里的支持 比利时远在天边 无人会去追究 再加上 因为唐力父母不喜欢李克 我放心李克 一直反对女儿和他来往 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男友到底是不是富翁 所以他一年时间里 唐力对李克和父母 所撒下的不同谎言 一直都未被戳破 虽然储户们 一笔又一笔的钱 被搞进自己的腰包里 这苍白的谎言 也让周围的人信以为真了 但生活在这种蓄荣中的唐力 他并未感到有多快了 他时时的担心东窗事发 被他窃取了存款的储户 就好比是定时炸弹 一旦有谁突如其来的取款 那则无异于炸弹引爆 果不其然的 有一天 他手上存有13.2万元人民币 后来又被他挪用了 10万元的储户 冷咽 突然来到银行 要求一次性取款 这把唐力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拆东墙 补锡墙 从其他储户上又只取了好一致啊 这才凑齐款 终于将即将他眼前爆炸的炸弹 及时给排除了 贪污了这么多钱 唐力半夜三更常常会从噩梦中惊醒 但是这噩梦不足以警醒这个懵懂的女孩 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失去帅气的李克 为了他这个小一岁的男人呢 他愿意付出一件 包括为他去死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他更加疯狂的作案 因为他想一不做二不休 多搞点钱 然后跟着李克一起去澳大利亚 过神仙般的富人生活 但是这纸是包不住火的 唐力的末日还是在他23岁生日这一天来临了 2004年11月11日 唐力单位负责人在浏览客户账目时发现了 这个客户的账面资金被强制下账30余万元 不好出事了 于是他立即着手展开内部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这笔业务是由唐力承办 2004年11月12日 成都市公安局青阳分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 对唐力实施刑事拘留 12月10日 唐力被成都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05年5月19日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唐力犯贪污罪 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4日 依法组成合议庭 并且公开审理本案 在法庭上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3年8月至2004年10月期间 唐力利用担任某银行 成都蜀都大道支行营业部的储蓄员的职务职便 在办理客户定期转存业务时 采用种种手段 供窃取银行资金108万8178.26元 已经构成贪污罪 而唐力及其辩护律师称 唐力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 因为其所在的银行已于2003年8月 改制为股份公司了 其投资主体不全是国有投资主体 因此不能确认唐力侵占的存款是国有资产 其行为只是构成职务侵占罪 律师含成 唐力在本单位内部调查时 已经如实的向单位供述犯罪事实 符合刑法规定的自首条件 应该认定为自首依法减轻处罚 可是最后法院审理后认为 唐力他作为受国有控股银行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就应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所以唐力利用职务之便 采用种种手段将公款非法占为己有 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 可是鉴于他自愿认罪 认罪态度又好 有悔罪表现 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最后的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82条 第383条 第64条 第67条 最终做出如下判决 唐力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对唐力尚未退回的赃款 继续予以追缴 并且退还被害单位 在狱中 那段曾经让唐力痴迷的近乎发狂的感情 而如今却让他感到迷茫与困惑 特别是 当他听说他被刑拘的九个月时间里 李克只到他家去看过他父母一次 而且只是站一下就走 而平时的连电话都没有一个 他更是感到痛心不已 再说这边 唐力在贪污储蓄存款时 所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而且每一种方法都十分简单 可是他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作案方法 却能被他频频的使用成功 作案且逍遥一年之后 才被发现 好了 因为感情问题 导致植物犯罪的先例 其实不在少数 太多 像唐力这样 他本来就应该有大好虔诚的女孩 非因为盲目的感情冲动 和错误的爱情价值观 带来了十几年的牢狱生涯 这实在是应该引起我们年轻人的深思 反省 成熟市录像 这样是在íss Winter 学生不是 採抖来 knees 律还是 是 太帅了 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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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